今次教大家做瑞士汁豬柳卷 這道菜很適合家長做給小朋友吃 特別是一些不喜歡吃菜的小朋友 今次我們選了健康農場的三毛豬 做主要的食材 柳梅這個部位其實是比較軟和沒有筋 很適合小朋友去吃 柳梅切片之後可以加入調味料 將它攪拌均勻 時間關係我們已經預先將材料 和露筍切了 現在趁水滾我們就把材料放進去 大概煮一會兒 煮淋了就可以撈上來 講個小貼士給大家 其實怎樣可以令露筍維持脆綠和爽口 其實你們可以煮完之後 就放進冰水裡過一個冷河 我們將豬柳卷捲在露筍和甘筍 我們輕熱鍋後下了兩湯匙油 我們可以試試插筷子進去中間 看看油有沒有起泡泡 如果有的話油已經夠熱了 可以開始煮了 記得放豬柳卷下去的時候 風口一定會向底 否則它很容易就散開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做完的芡汁就完成了 我們首先輕熱鍋 下了一湯匙油 然後將我們預備的芡汁倒進去 最後煮到醬汁收結了就可以上碟了 好 function 今晚就可以回家煮給小朋友吃 請回家煮給小朋友吃 なら會 cooked好 n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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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